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 富人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确实在美国这种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都特别发达的地方 富人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 经常是借钱来花的 但那其实并不是一句俏皮话 而是在税务筹划和遗产筹划当中 有一套完整理论的 1990年代就有一个叫Ed McCaffrey的教授 总结了一套富人常用的税务策略 叫buy borrow die 买入借钱去市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策略 首先什么是buy borrow die 其实就是你听到的那样 买入一般只买这个appreciating assets 可以升值的资产 那这里你可能说废话 谁会去买贬值的资产 他说的并不是升值相对于贬值 而是升值相对于有现金流的资产来说 比如说股票分growth stock 就是没有股利 没有现金流 但是有升值潜力的这种一般是科技股 那也有value stock 就是巴菲托老爷爷比较喜欢的那种 能下蛋的母鸡 有cash flow 比如说房地产里面也分像湾区 或者其他比较贵的地区 房子是有升值潜力 但是它的租售比往往并不好 有的地区是租售比好 也就是说有现金流 现金流好 但是它的升值空间并不大 所以这里说的appreciating assets 是指能升值 但不一定有现金流的资产 那最常见的股票房地产 不常见的艺术品 或者是什么其他collectable 红酒什么都包括 买这些资产的目的 第一当然就是升值 第二就是比如像房地产可以具体折旧 就算是有现金流租金收入这样的 你也不一定需要为这些现金流来付税 好 第二步 borrow 第一步buy 第二步borrow 借钱 借钱也是字面的意思 就是把这些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 作为这个collateral担保 这样的好处是第一不用变卖正在升值的资产 第二不用交capital gain tax 也就是资本利得税 第三很多情况下 不是所有的情况 但是很多情况下 借钱的利息还可以抵掉一部分的这个收入 如果你是富人 你多半可以拿到非常优惠的利率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刚工作没几年的时候 有一次发现就我当时是在对冲基金发现我们有一个投资人 他买private jet 私人飞机从JP Morgan借了70个million 我当时就还是工作年头太太少了 当时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有钱还要借钱买飞机 没有钱的话不买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 当然后面很快就明白了 第二我比较震惊的就是我发现他当时那个利率只有1.5% 那几年是大概房贷利率在4%左右的时候吧 我当时还在我自己的生活中 不管是房贷啊 还是信用卡 还是任何其他种类的贷款 包括margin account 都还没有见过这么低的利率 然后当然我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他有这么低的利率 我没有 所以呢 对于富人来说 几乎就没有比去借钱更划算的买卖了 当然就是一定要使用合适的资产作为贷款的collateral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借钱投资或者消费 也并不是每一类资产都适合用来作为担保 比如说你如果从你的401K账户里面借款 就有可能损坏你长期的退休计划财富积累的目标 如果你没法按时还钱 IIS还会把你整个拿出来的金额视为distribution 就要纳税 所以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推销一下 我做的retirement account的课程 里面有详细讲解401K loan 以及各种retirement account的话题 我终于克服了拖延症 做了一套关于美国退休账户的课程 购买链接在视频描述区 课程涉及了美国常见的退休账户的方方面面 有基础知识 但是更多的是实操常见的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说Roth RA存多了怎么办 留学生要回国401K怎么办 backdoor的时候误操作被扣税了等等 而且也补充了很多税务筹划相关的东西 每一个知识点也都配了例子 配了数字 图表分析等等 还融合了一些原先视频留言区的观众留言 有观众提的好问题 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补充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套课程之后 一定会对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 更好的为自己的退休做长期的准备 好做完广告咱们接着说buy borrow die 第三步去世 这里要说的去世指的是estate planning 就是你的继承人你的air 在继承资产的时候 往往可以获得cost step up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 买了10万块钱的股票 一直就没有卖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buy borrow 你就不要卖 买这个appreciating assets 一直没有卖 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就去借 多年以后 这些资产已经涨到了910万了 增值900万 这个by the way 并不夸张 如果你有个四五十年限的期限 年化回报率有8%到10% 就能够做到这么多 如果你要是买了什么苹果 亚马逊 特斯拉这些股票 当然我知道这些科技股的期限还没有这么长 但是很有可能你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增值 并不少见 这个时候 如果你卖了 就要在900万的基础上来付这个capital gain tax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继承到这些股票 他的成本可以自动step up到910万 那他要卖就不用交税 因为他的成本就这么高 他想继续留着可以留 他想卖也可以卖 这个就叫cost step up 所以buy borrow debt这个策略是真正可行的 也是几乎可以说所有富人都在用的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富人可以用 对于资产总量和资产多样性的要求比较有门槛 资产多样性也是基于资产总量的 当你是个普通人的时候 你能接触的资产类别 你能买入的资产类别就比较有限 银行也看不上你那点资产作为collateral对吧 那你光攒钱攒个首付可能就不容易了 然后你的房子可能就是你唯一的主要资产 事实上有数据表明就是自住房的房产是美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 注意这里说的还是中产还不是穷人因为穷人可能都没有房子 当你的财富上了一个台阶之后 你除了401K里面那些放在股市里的钱 你可能还有一个自己的股票账户 你去开一个margin account也可以借点钱去炒股对吧 但是为了不被margin account 你的资金量和分散风险的程度都得到位 然后再往上你还会投资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古董啊collectable啊 或者你还要接触一些私募基金啊对冲基金什么的 你接触到越来越多这些不同品类的投资和金融产品 你的这个策略就越好应用 所以说这个策略其实就只适用于有钱人 至少是中上产吧 穷人或者普通中产只有一个普通的资助房是appreciating assets 那你借钱就只能局限于mortgage啊healock 而且你如果不按时偿还mortgage的话 还有可能失去唯一的appreciating assets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buy borrow die的策略 喜欢的观众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也祝大家能够现在或者将来某一天都能靠借钱生活 好咱们下期再见